全中运跆拳道51公斤级的选手杨耀忠 在101年全中运为屏东线夺下了手面金牌 面临直将到来的宜兰全中运 杨耀忠利用每天下午的时间进行赛前的加强训练 加强的地方最主要是要前面画的攻击 不要做单一的攻击 这样才会发挥攻击的效果 不只是技巧和体能上的训练 选手的抗压性也是一大关键 对于上场前心情的调适 以及比赛时遇到的困难 耀忠都能用自己的方式面对 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都会祷告来调适自己的心情 就平常心去打 把教练所交的踢出来就没问题了 眼看4月份即将到来 教练也提出杨耀忠的优缺点 希望他能保持最佳状态迎战 再度为屏东县尊光 切点的优点的话 优点是他自助性恋很好 自信心很好 最主要切点是 最主要把体重控制得很好 要全力以赴 因为上一届 前中印也是我们屏东县索面金牌 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依然我们准备要来了 记者林静廷 土雅醇 黄维军屏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